Landmark 我们看音节 第一个音节念成land 第二个念成mark 那同学应该都知道 land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土地 mark是标志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把这两个字联想在一起 土地的标志 那我们中文就翻成地标 那它是一个名词 是一个可数的名词 我们看看英文解释 什么叫做landmark呢 a clearly seen object that can tell one where one is 所以到这边我们看一下 在这边刚刚忘了讲的 第一个音节 中音节落在第一音节 练成landmark OK 它说的是一个clearly seen object clearly就是很清楚的 可以被看得到的物体 这个object在这边当作物体的意思 有一个物体呢 这个物体很容易可以很清楚的被看见 好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体呢 that can tell one where one is 这个one指的是某个人 而这个物体呢 可以呢 告诉某个人 他身在何处 好 这个叫做where one is 这个one左右指的都是某个人的意思 OK 好 可以呢 告诉某个人 where one is 他呢 这个人是在何处 OK 就身在何处的意思 你一看到这个地方 就说啊 我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了 好 例如说呢 你看到了巴黎铁塔 啊 我就来到巴黎了 你看到东京铁塔 啊 我就来到了东京铁塔 那在我们这句子来看看 我们这个句子呢 是提到了什么地方 好 他说呢 台北101 is a landmark that attracts a lot of visitors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好 台北101 这是我们台湾的 另类的台湾之光 对不对 他曾经是世界最高的 现在呢 已经退居到第二了 好 台北101大楼呢 is a landmark 好 我们出面把贯词也记起来 a landmark 好 这样子呢 就比较容易记住 它是可数的 好 他说呢 台北101大楼呢 它是个地标 好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标呢 来 我们用一个子具 来修饰 说明前面这个 landmark 好 这个 landmark怎么样呢 好 attracts 吸引了 a lot of visitors 好 吸引了许多许多的 那个游客 访问者 或者是参观者 从什么地方来呢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这边这个不错的片语的 同学呢 可以稍微记一下 从什么地方呢 from both 好 两者都 both a and b 这个片呢 经常看到了 对不对 两者都怎么样 好 那第一个home 主要指的不是家 这个home呢 指的就是我们的国家 就是我们的国内 abroad呢 就是国外 就是说呢 海内外的意思 好 它吸引了呢 来自海内外的 许多的游客 OK 好 所以呢 这个字呢 我们就叫做landmark 好 那看完landmark之后呢 我们看看它的图片吧 来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把它离贴它 对不对 看到巴黎铁塔 你就知道呢 你身在巴黎 好 这个呢 地标呢 就是新加坡的 这个法国的凯旋门 还有很多 许多许许多多的 都可以叫做landmark 好 那再讲到landmark之后 最后面的ending呢 帮各位呢 补充另外一个字 好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就叫milestone M-I-L-E-S-T-O-N-E 好 那这milestone呢 我们从字面上来看 这个mile 就是一英里 几英里的英里 stone呢 是石头 如果脑筋比较快的同学 就想到了 对不对 我们呢 在高速公路上面呢 每经过一公里呢 你会发现 那个时候 它现在已经不是用石头了 对不对 现在是用一块呢 那个金属片就唱在旁边 上面有个数字 表示你已经走到了 几公里的地方了 好 所以这个milestone呢 这个字我们中文 发生什么东西 发生里程碑 好 那里程碑长什么样子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来 这个就叫做里程碑 milestone 有没有 以前早期的人都是用石头 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看 在乡下呢 还会看到这样子的 milestone 就是在路边 然后呢 它上面呢 会有一些数字 然后呢 告诉你说呢 这是什么边界 这是什么地界 前往什么地方 还剩下几公里 这个就叫做milestone 所以milestone呢 不要跟landmark 两个混在一起了 OK 好 那我们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landmark 名词 当作地标 milestone 里程碑